瓜瓜宝贝 祝你中秋节快乐 请你吃热饼哦 中秋节有人请吃热饼 太幸福了 瓜瓜别吃 嗯 雨晨 怎么了 这是我妈妈做的黑暗料理 不能吃 瓜瓜 你怎么了 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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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瓜瓜大小姐 你快醒醒啊 小姐 你终于醒了 快把小胖吓死了 嗯 嗯 啊 也不是做梦 你是谁 你什么叫我大小姐 我怎么会在这 小姐 你别吓我啊 都怪夫人 让你扛那么高去擦柱子 刚才摔下来 看见是把脑子摔坏了 真的怎么办呢 她好伤心 也不像是在演戏 糟糕 吃了雨晨妈的黑暗月饼 我该被围死砸了 然后穿越到古代了吧 你先别哭啊 小 小桃 我脑子应该没摔坏 可能就是有点摔失忆了 你别怕 你先告诉我 我是谁 好不好 小姐 你叫林瓜瓜 是我们林府的大小姐 原来我穿越回来也叫林瓜瓜 大小姐 那岂不是很威风 如果全夫人还在的话 当然是很威风的 只是现在 全夫人意外去世了 现任夫人嫁进来之后 剩下了二小姐 全府上下都围着二小姐转 就连老爷也不待见大小姐你 哦 怪不得 作为大小姐 还要被喜欢去干活 看来吃这个爹不行 哼 走 我们去找到饭了 小姐 你不能去啊 不然老爷发起火来 你又得去归佛堂了 堂堂大小姐 怎么能过得这么彼屈 哼 哟 今天大小姐怎么这么有气势啊 平时不都跟个缩头无归一样吗 大小姐 你该不会是干活干啥吧 小桃 胖手 是二小姐和她的贴身丫鬟小梅 二小姐任性惯了 又有老爷夫来顾着 我们惹不起 原来是我妹妹呀 我说你好歹也算个小姐 怎么见到姐姐我 一点礼貌都没有 哼 我姐姐 你配吗 我对你需要礼貌吗 就是 一个娘都没了 还被人冷落的大小姐 有什么资格命令我们叫二小姐 两位小姐说话 有你插话的份吗 懂不懂规矩 天哪 大小姐 怎么跟我变了个人一样 你乖乖 你却打我的人 不懂规矩的人怎么这么多啊 都得教训 忙死我了 你 你连我都敢打啊 没那没小的 姐姐今天就教你怎么做人了 怎么 你有意见 你个粗人 却你这么少 今晚的中秋宴会 我可是要代表灵妇登台做事的 但是把我的脸打坏了 看你怎么跟父亲交代 你一定要让老爷替我们出钱啊 小姐 大小姐 你赶紧认个错 不然老爷不会放过你的 对 实相的赶紧跪下道歉 不然我心情不好 恶不出师 父亲怪罪下来 你可享受不起 做事这么简单的事情 是个人就贵 你不行就我来 多大点事 怪罪什么怪罪 你来 哈哈哈 谁不知道 林祖大小姐就是草包一个 别说做事了 你连字都认不全 小姐 我们快认错吧 老爷 连教书先生 都没为你请过一个 做事你肯定赢不了二小姐的 放心吧 小桃 李白不会认识的 李白是谁 大小姐跟他怎么认识的 救命啊 我叫大小姐肯定是脑子耍头 谁来救救他 我数到三 再不道歉可就没机会了 一 二 花间亦无酒 独卓无相亲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这首月下独卓 妹妹你品一品 咋还行呢 我意见唯美 然而上口 这 要是父亲听了 我可不得失宠 狮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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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 谢谢我李哥 我看妹妹你也错不出比我更好的诗了吧 你 现在这首诗是我的了 外人只知道林府二小姐才华横溢 谁会相信这么好的诗 是你这个草包做的 哎呦 对不起啊 太无耻了 没有你 你 小姐 老爷来了 大家好 我是林呱呱 看了上集的朋友们都知道 由于吹了室友妈妈的黑暗热饼 我穿越到了古代 成了林府导说二小姐欺负的苦命大小姐 哎 爹爹 林呱呱他刚才居然打我 你可不得当我教训林呱呱啊 啊 纠正一下 不但刚才打 现在也打 上次 完了完了 好严怒了 大小姐 怎么赶紧认错啊 那肯定怒啊 忘了谁不怒啊 竟然敢当着爹爹的面 直播自己奇迹的姓名 这要是传出去还得了 肯定说咱爹爹救你无分 妹妹 你这不是诚心害咱家爹爹丢人吗 你 你少在那条玻璃剑 爹爹刚才都说你放肆了 爹爹 您这么讲道理 刚才肯定是说妹妹放肆吧 爹爹 大鸭子抢得有道理 不可又能二丫头 不然传出去 民族可却成孝 月儿 确实是你放肆 不可知乎姐姐的名讳 宝爷 再怎么说 二小姐她也不是故意的 为了在宴会上做出更好的诗 这几天她可都没睡好觉呢 小姐 啊 对对对 这几天一直没睡好 我按着你包着 我好晕啊 月儿你没事吧 这演技要是穿越过二零二三 都能进进组当的女人 依我看 月儿也确实不是故意的 以后我不再放就好了 老爷 我知道您对咱们月儿最好了 但是咱们也不能黑戴的光光 毕竟她也是咱们林府的大小姐 又来一只老狐狸 小桃 如果我们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现任夫人林月儿的亲娘吗 对对小姐 她就是老爷在您的亲娘去世后 取经府里的现任夫人 千万别惹她不高兴啊 她这种笑面糊 我们斗不过的 不斗斗看 她不知道斗不过 我这专门给瓜瓜做了些点心 就当做替月儿赔罪了 小梅 还不赶紧来给大小姐拿过去 是啊夫人 她是夫人 你最识大厅 安排最为妥大 瓜瓜 你可要好好尊重你娘 凭我看不到许的经验 这点心肯定是下药 自己女人说头人不给她吃 非要给您给我吃 看我怎么帮给你们 娘亲 谢谢你的疼爱 瓜瓜心中十分感动了 大小姐 这是夫人赏给你的点心 快尝尝吧 娘亲 对我这样好 我也应该疼爱妹妹的 刚才是我这个做姐姐的不好 这个就让给妹妹吃吧 啊 吃吧 老爷 这点心是我特意为瓜瓜做的 让月儿来吃了 怕是不妥啊 哈哈哈 有何不妥 我看瓜瓜也是十大体的好孩子 月儿 你就领了你姐姐这份情吧 爹爹看你们姐妹和母 很是高兴啊 哈哈哈 这 我 怎么办 你怎么让二姐去吃下这些点心啊 怎么 妹妹不肯吃 大小姐 你 难道 我都不跟妹妹计较了 妹妹还要跟姐姐我轻轻计较吗 我 哎 怪我了 作为姐姐 要是我平时多教教妹妹 妹妹也不会心胸如此小害 哼 月儿 我看你是平时被我宠怪 高高 姐姐真的生气了 只能先吃了再说了 妹妹谢过姐姐 我这就吃 我这就吃 你不肯吃 这下 我几时都套了自己的精力了 好好好 那咱们赶紧前往会客厅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宴会上 你就看我表演吧 我的肚子 哈哈哈哈 根据我看过的电视剧来推移 你娘亲这个老六 她们在电视里加了点药 哈哈哈哈 什么电视剧 什么老六 你在说什么 啊 月儿 我的月儿 你没事吧 月儿 你这是怎么回事 哈哈哈哈哈哈 姐姐 娘亲 我不能去宴会了 好 好 我得赶紧去麻烦 月儿你 嗯 这么重要的宴会 你居然输不上家 就会翻家 老爷 夫人不去照顾啊 小姐 小姐 老爷 我不放心 我去看看月儿 一个两个 不懂规矩 嗯 大小姐好厉害哦 居然斗赢了夫人和二小姐 小刀还要去带你 那必须斗赢 不然我那些公斗剧 岂不是白看啊 就剩你这个肚子里 没半点墨水的了 走吧 一会儿你少说点话 少让别人看我们 灵符的笑话 你谢天谢地 这他不是虎爹吧 自己没给我请教书先生 还怪我没学问 看我一会儿 自不禁叫你下 就是 现在我们大小姐 可是一道子的学问 对了小姐 为什么你昏迷后 失忆了 却多了这么多的学问 一言难尽 以后再跟你解释吧 我穿越到了古代 那古代的人呱呱 不会穿越到了现代吧 呱呱 呱呱 乖乖你可比你 呱呱 吓死我了 我以为 你被我妈的食物送走了 嘿嘿嘿 啊 不是何人 为何 装扮如此诡异 啊 我的意想 这里到底是哪里 呃呱呱呱 你肯定是吃块脑子了 你再怎么想想 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 你肯定是伤亡的劫肥 我是林府大小姐 你可以看人 去林府要赎金的 求救你了千万别伤害我 大家好我是林呱呱 穿越到古代的我 手撕的蜜茶妹妹 制斗笑面虎进入 却没想到古代的我 今也同时穿越到了现代 你们到底是谁 是不是 娘全派你们来救我的 呱呱醒来后 就一直这个状态吗 对啊 才不小心吃了我妈做的海洋月饼 然后就月亮过去洗牌好 就成这样了 咱们倒了谈一下 你把林瓜瓜毒杀了 看以后不会就这样了吧 我保证 保证不会比奥巴妹有才华的 我真的什么都不会 我就是草包一个 求你们转告娘亲 就放过我吧 另一边 穿越到古代的呱呱 唉 这什么年费 肯定很无聊 要不 还是找个什么理由不去吧 丁丁 你又有何事 赶紧前往会客厅 别让兵客们就能 爹爹 我在想一个问题 其实谁做的诗好 都不如爹爹自己做的一首好诗厉害啊 哼 我林无同一见商务 我要是个银食作对 我何必花那么多钱 请教书先生 教你二妹妹的书 爹爹 我可以给您洗诗 您把它背起来了 对外就说是您做的 你字都不识一个 还能做诗 别做白日梦了 老爷 现在大小姐可厉害了 他给你个叫做李达的先生学伴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乎香 好诗 好诗 好诗啊 那这首纪念诗 就作为爹爹自己做的第一首诗了 别给取笑了 哈哈哈哈 果然是我的好女儿 自己的公民都不要了 都让给爹爹了呀 这可比你那二妹妹强多了 那爹爹 宴会我就不去了 您自己发光发亮就行 好不 哈哈 老夫要去做事了 哈哈哈哈 大小姐 你真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小姐了 小桃 你快带我去府里 最大最硬的墙 我现在特别着急 啊 好的小姐 你跟我来 赶紧穿越回去 万一古代的林大小姐 真的穿越到了阿灵母宿舍 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呢 瓜瓜 瓜瓜 瓜瓜你在哪 别吓我们 小美 瓜瓜回宿舍了吗 没有 刚才跑出去之后 这份也没有回来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跑得如此快 长相也非常的怪异 小桃你在哪 我好想你啊 小桃 大桃桃我求你 别再小桃 不行 不转 我怎么回去这么快 小姐 你没事吧 小桃求求你了 再撞下去 你会更傻的 奇怪 按照穿越区的套路 我把自己钓越 应该就可以穿越回去了 你到底是哪也有了问题 我看大小姐 是这样出问题了吧 好你快看 瓜瓜在哪 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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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 瓜瓜 流浪完一天 肯定要累也要饿 我利其他 先把它背回去 嗯 你们 瓜瓜 你肯定饿了吧 快把这个蛋糕吃了吧 也可了吧 你喝水 瓜瓜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帮你去看医生 这几个人看起来好关心我 一点也不像坏人 难道 他们不是文青菜来教训我的 瓜瓜 你别发呆了 再不吃东西 你会恶怪的 哦 超好吃 跟阿娘做的桂花糕 都要好吃 嗯 自从他死后 就再不要人对我这么好过了 到底怎样才可以出阿娘回去呢 小姐 你这坐姿太粗鲁了 你快把腿放下了 这要是让人看见了 这没有哪个公司哥 愿意许你了 我才多半 谁稀还嫁人呢 小宝我想的事情 一会再拍电话 哦 救命啊 大小姐 好像彻底疯了 瓜瓜 你写几个字我看看 瓜瓜写字的姿势很不正常 不只写字姿势 整个人都很故意 我写好了 请隔下过目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她写的是繁体字 真正的瓜瓜 应该已经在古代了 而眼前这位 是古代穿越过来的林府大小姐 大小姐 你能不能不要一大早 就做这么一奇怪的动作 怪吓人的 一块老爷要是看见了 可你又得骂你 这叫广播体操 我还在2023年 没穿越到古代这里的时候 每个大小姐 都要做的 大小姐 你怎么又说些乱七八糟呢 这也没发生啊 小姐我拜托你 能不能像从前一样 顺利一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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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的 看我天天做头 身体多好啊 哎 你都不懂 嗯 小桃 要不 你跟我一起做桃吧 嘿嘿嘿嘿 娘亲 你可别害我出气啊 上次林瓜瓜 害我吃完她有毒的糕点 哎呦 连师傅都没去整 那糕点本来是我做了 她吃了 下了足足二两解药 没想到 这个臭丫头 居然跟我耍心机 她连你吃 娘亲 我感觉最近的林瓜瓜很不一样 从前她只敢服从 哪敢这样跟我们叫板 哼 她以为靠她那点小聪明 就能跟我斗 今天就让跪下来求我 小梅 我叫你夫人 一刻钟后 你把老爷给我引到西厢房去 所以夫人 小梅一定完成 月儿 走 跟娘去收拾那个臭丫 林瓜瓜 看你今天还得意什么 小姐 小桃手都脏了 这几块的功夫 我可以不要了吗 不行 这对你身体好 小桃 你可别想着脱懒 这是本大小姐的秘密 好的 大小姐 小桃 夫人 如此不亚的姿势 越来越没有规矩 怪不得 你家小姐 也如此大秘不到 夫人 您说小桃可以 但是大小姐她 没做过什么 原来是娘亲来了 今天我又错门了 直接说呢 坐哪儿了 每日诚实 子女都应当下母亲请安 你可还记得府里的规矩 竟然一连三天不给娘亲请安 太不孝顺了 好啊 两母女一起儿算计 我这个现代人 还能让你两个古代人给欺负了 老爷 爸小姐就知道欺负夫人善良 就都跟夫人吵起来了 不信 您快去看看呢 对 看看看看 嗯 别来啊 瓜瓜呀 娘亲只是希望你每天能来看看我 虽然我不是你的亲娘 你也不能如此不孝顺我 我是不可能是给你请安的 死了就小心吧 爸 怎能这样跟夫人说话 这次看大小姐怎么跟老爷解释 哎 老爷 怪我命苦啊 我对瓜瓜这样好 他却连请安都不来 爹爹 你看娘亲不伤心成什么样啊 林瓜瓜 你给我跪下 要我跪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错 你 翅膀一挖 敢跟你爹爹爹 小姐 快认错 老爷会罚你的 爹爹 难道我认真写诗也有错吗 我这几天 只是因为写诗伤神 才没有去给母亲请安呢 哦 原来如此 写诗好啊 哈哈哈哈 上次你写给爹爹的诗 让爹爹在宴会上 壮风的面子啊 老爷 这瓜瓜都不孝顺我了 你也不管了吗 啊 这 唉 年轻啊 这你可就误会我了 我想着写诗 让爹爹成为大事人 让你也成为大事人的夫人 多好的事情啊 这可是天大的孝顺呢 对对对 没有比这更孝顺的 好女儿 嘿嘿 今天还有没有诗给爹爹啊 嘿嘿嘿 要诗好说 我师父 李白王为苏鲁波 他们都很厉害 要什么诗都能给你 嘿嘿嘿嘿 真的 哈哈哈哈 就被冒浅淹了 到时候 这些好事 大家都以为是我做的 就更崇拜我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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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丫头 是哪个亲师父 她哪来的钱 哼 又拿好诗兄来爹爹 借过我了 啊 啊 啊 手都打完了 你 你怎么又打月儿 臭丫头发掌 我是替爹爹打的 花了这么多钱 给二妹妹请教书先生 竟然连一手好事都做不出来 没手 是该打 人心 老爷 这或许是月儿的教书先生请的不够好 要不 让花花引荐一下 让她的几个师父也教教月儿吧 嗯 这个主意好 我也想见见这几位高人哪 可是 我的这几个师父 他们都活在语文课本里 你们是见不到的 语文课本是什么地方 很远吗 对对对 很远 你们见不到我的李白完维和四度波师傅了 不过嘛 我可以把我学大的东西交给二妹妹 放针 比珍珠还真 我这就教二妹妹 让她留下来跟着我吧 爹娘 你们就放个忙去吧 等月儿把本事都学过来 再教训你也不迟 哼 老爷 有瓜瓜教月 我很放心 那我就先回去吧 哼 等我学会了 马上就把林瓜瓜从林府拧出去 哈哈哈哈 好啊 姐妹和睦好啊 爹爹也先走了 我等你给我撕一尸啊 瓜瓜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哼 大小姐 干嘛把本事交给二小姐 哈哈哈哈 你就等着一会儿少弯弯吧 小弯弯又是什么东西啊 大小姐说话 越来越听不懂了 九十七 有什么 二十九 大小姐 九十九下拔好了 我手都打算了 那今日学习到此结束 阿妹妹 没人再来 你什么都没教我 是故意耍我的呢 大小姐 你明明说叫二小姐学完 结果 他打了九十九八甲 我要去告诉老爷 搞谁都没用 我都说了 这是我的师傅们教的 阿妹妹学不好作诗 是因为脑子里的水太多了 必须两次猜到才能治好 学作诗可是很清楚的 阿妹妹明天记得准时来哦 明天一百九十九下 不学了不学了 再也不学了 今天又是准备大小姐的女人 是 就这种古代绿长二小姐 你敢跟我这个现代人懂 唉 也不知道现代那边怎么样呢 古代林府大小姐 迟约到了现代 情况很复杂啊 这家衣服总算穿对了 大小姐居然连拉的都不会用 我就是胡了 但阁下费心了 小美你别指责她了 古代还没有发明这种东西啊 最大的问题 还是说话 总是隔下隔在 谁听的都奇怪 对不住了诸位 不只说话怪 浑身上下满多怪 总之 在真正的呱呱交换回来之前 我们都要掩护好大小姐 不能暴露她的真实身份 对 一定不能暴露 不然大小姐被抓狗黑人 真糟糕了 那你瞧你别乌鸦嘴 我跟你们不同班 上课的时候 只能你们打掩护了 我就走咯 那咱们一眼走吧 快迟到了 来大小姐你跟我走 目前两位小姐护送我去学堂 我老人疼 洗澡的面 平安度过 都买 早上好 这位小姐好 呃 再我另一句就好 另一小姐好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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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上吃的白麵萌萌 乖乖今天膝蓋坏了 总是这样一动一动的 那不疼 讨厌我的膝蓋也带人乖乖 大小姐你以为了今天少说话 不让你起任何人的注意 对今天很低调不要让人看出异常 林乖乖 听说你爱上奥连 把人家都听一声 这位公子好像邀请客 多谢这位绿发公子 不会吧 林乖乖你脑子坏掉了 你跟他说让他去吃羊 去磁坛 去磁坛的 瓜瓜的意思是 让你去磁坛求祖多保佑 这次考试能及格吧 少看不起人 说不定我这次能及格啊 还好今晚赢空啊 成功 同学们咱们准备上课了 怎么办 不会让老师发现一场吧 大家好 我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林乖乖 今天是我来到古代的第六天 好想念我的事哦 小姐我们今天秀花呢 不秀 小姐你干嘛 吓我一跳 我继续研究回到现代的办法 小姐你怎么又说自己是从什么 现代穿越过来的 真的不用找大夫 健康病吗 不用 我没病 我要怎么说才能让你相信呢 哈哈 瓜瓜 原来你在这儿 爸 爹爹你找我 哈哈哈哈 瓜瓜 我的好女儿 爹爹给你带了好些布料 留下给你做衣裳 哦 这些 都是最贵的女女呢 做出衣裳来 穿在身上 那比公主都不差呢 嗯 那给瓜瓜的 必须是最好的 瓜瓜可是一肚子好吃的大餐啊 那当然一肚子好吃 本学到唐诗三百首可不是白费的 老爷 这些云景你不给二小姐和忽然六点吗 全都给大小姐啊 那是 这些都是我特意准备你瓜瓜的 哦 那就谢谢爹爹 嘿嘿嘿 有爹爹有好东西都给你 瓜瓜你想的好吃都给爹爹 哈哈哈哈 哼 看来他想得五百滚的好 规备五十这一点就足够了呀 啊 好无聊啊 小桃 走 带我抓鱼去 哼 爹爹真的一皮布都没有留给我和娘 对 那可是云景呢 全都给了大小姐 嗯 城市越来越过分 月儿 走 去把我们的云景要回来 爹爹的一切都应该给我才对 哼 再来一点 就能挑到鱼了 小姐快别抓鱼了 万一掉下去 你就上飞飞的鱼了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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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正好下去游个泳啊 好吧 有个领子的大小姐 居然蹲在这摸鱼像什么样子 哦 我摸个鱼 也爱你们的事啊 一个蹲地上摸鱼的人 也配当大小姐 我看 你不如趁早滚出领府 去提示上卖鱼得了 大小姐 除了老爷 谁都没资格 跟大小姐出福 哦 哦 这就是爹爹给您瓜瓜的云锦吧 全都给我 他就不配 你 哦 哦妹妹这是改行啊 光明正大 又起强霸来了 啊 啊 月儿 瓜瓜 娘亲也不是要丢男女 只是就算你拿了这云锦的布料 也没年子找台风师傅做成衣裳啊 那所以 我就应该把这些云锦免费送给你吗 放心 娘亲也不占你便宜 做好以后 我会给你一双腕子 这么多布料都给你 就换回来一双腕子 还剩每一张我便宜 怪不得二妹妹跟个强盗似的 原来随了几两个骂 哼 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啊 什么意思 我们轮流给对方出题 如果你们答不出来 就给我一件首饰 如果我答不出来嘛 就给我们一匹云琴 行 就这么办 让我搞点脑筋疾转弯来考考古代人 那听好了 谁家儿子活得最惨 谁家儿子 知我嘛知道 这个问题 我们又没有见过所有人 怎么可能会知道 那我就公布正确答案咯 是龟儿子活的时间最长 乌龟最长寿 你们不知道吗 蛤 你也没说可以是动物啊 那我也没说不能是动物啊 快点 手势拿 小头 收起来 嗯 哇 上面有匪费和珍珠耶 我帮你 我帮你 好了 到我们出题了 猜疑物件 有人的时候不用 没人的时候用 出去的时候要用 回来的时候不用 拍吧 这也太难了吧 这是什么啊 完了 要输掉云青了 这么简单 锁呗 我可是学校每年元宵节的 开灯离冠军 这个输给你了 快来一次 哇 这都行 霸易灭亲啊 那听好了 什么东西 越洗越疯 这小时候 娘亲 别叫我娘 给我洗人了 一道鞋都打不出来 还不赶紧走 大小姐 大小姐 普通和二小姐 连鞋子都送给我们了 哈哈哈 那臭鞋子 你赶紧扔了吧 看看咱们 这么多银颈布 加上这些技衣手势 我们是不是发财了 那也肯定了 大小姐 咱们把这些拿到当货一卖 能够这么多银子吗 哇 哈哈哈 真没想到呀 我林呱呱穿越为古代 竟然 应该能成为老婆婆啊 王老师千万别发现 今天的呱呱不正常啊 百姿古代的大小姐 你一定要给力啊 哎 千万别东西 同学们 前来几个例子 说说你认识的记忆词 妈妈同学 你来试一下 嗯 我 好的先生 大事不妙的那张 哎 完蛋了 比方说你 还可以说R 乳 乳 爸小姐 你连切的都知道 这都是我们时候的教法 不错不错 快坐下 多谢先生奖奖 今天真是养严无险了 大小姐你还挺棒的 跟点个赞 幸亏你们掩护 等大小姐再多熟悉一下 肯定能适应这里的生活 我担心一天了 能平安度过太好了 适应一周后 晚上说咱们学校的很呱呱 得了首国画比赛第一名 天呐 不信你吧大小姐 是我 在古代 画画师我从小就需要学习的 我就随手画了一幅 也不是很好 这真是出乎意料的技能 哦 首第一名啊 大小姐 你吃好画风 真正不是带的 啊 嗯 古道老师说零发花得了古典舞比赛第一名 不信你吧大小姐 嗯 是我 哦 在古代 古道是每个女孩子都要掌握的 所以 我也能浅跳一下 实际上浅跳了 你眼睛就是零发笑了 你好厉害啊大小姐 看来 古代女孩子的技能放到现代 非常炸烈的呀 大家好 我是从现代 可以穿越到古代的梨花花 今天又有新机会 大小姐 要是被夫人发现我们跟踪他们 通话就完蛋了 大不了 骂一顿胖傻 你看他们鬼鬼祟祟 肯定有问题 干啥 小梅 你给我换一点 吸毒夫人 大小姐 你看夫人一直捕着肚子 她可能只着急上脑刺而已 小鸡上脑刺的话 肯定有种痴女 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好了 娘子进去找杨生医男友 真的呀夫人 这个后娘鬼鬼祟祟的倒衣冠了 该不会又想买什么乱七八糟的药来害我吧 大小姐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被夫人发现我们就死定了 嘘 从事我看着 别看 什么味道 汤臭 真的 好臭 小刀 你说这些福里得了什么好东西来着 花生糕啊 年王府刺客老爷的 别提有多精致啊 哦 可惜 前两夫人拿了去 跟二小姐两个人吃光了 大出去一块都没有 这个小梅 拿的药怎么这么慢 我的妈呀 尽头更臭 大娘娘快快点了 这个地方太臭了 谁 谁在哪 完了完了 是我 你怎么会在这 竟然跟着我 不然我们 看 我二次知道娘亲放病这么臭 我才不想跟来呢 你 我哪知道谁放病 与我无焉 娘亲拿走了所有王爷赏赐的花生糕 花生富含丰富的植物蛋白 多吃会导致肠道细菌异常发酵 然后就会一直排气 小姐你在说什么啊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 这是现代知识 你不懂是正常嘛 反正意思就是 娘亲吃多了花生糕 现在只能一直放屁白痴 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我放屁就我放屁 谁给我屁 娘亲 你说要是爹爹知道你因为贪吃 弄得自己浑身贪臭 会不会一怒之下羞恋 对呀 对呀 确实好丢脸哦 老爷那么爱面子 那还真有可能忧乐夫人 你敢问卸我 一会儿我拿药吃了就没事了 还等着你去找老爷告状 天真 娘亲 你先看我跑得快快 小姐跑得比狗还快 嘿嘿 娘亲 你看我用这个速度跑回去着跌跌告状 一课钟够了吧 那又又怎样 老爷我们可能到医馆来 只要我等好了再回去 你怎么可能知道 可是 二妹妹还在家呢 她肯定也吃了很多花生糕 现在 臭都不敢出来了吧 嘿嘿嘿 我可以立马跑回去 到二妹妹的状 一个小姐这么贪吃 爹爹一生气 说不定就把她赶出去了 你 看个条件吧 怎样 你才能闭嘴 爹爹给我的银子首饰衣服 你全都偷偷拿去给二妹妹了 她明明已经有一份了 以后你不许拿走我那份 行 不拿就是了 太好了 这样以后大小姐就会好银子过了 以前拿我的那些 你也得陪我 把你身上所有的银子拿 拿 拿去 不好 小桃 小桃快逃 空气有毒 小桃快逃 空气有毒 小桃杀到你了 古代大小姐穿越和现代的日子 不太过了 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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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回事 这都屁屁一回来 这也活发了 可能 这里的人都不喜欢我吧 他们觉得 我的一切都假 大小姐 你别难过啊 回宿舍 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 回宿舍后 他们怎么能这样回来大小姐呢 他们说大小姐的话是反应出来的 还说他照假案 他们还说 我的舞蹈也是假叫 因为播放出来的只有很短的画面 哼 这些小人 我们不能就这样吞下这口气 必须不能 我们得想办法 让大小姐证明 让那些人都闭嘴 那我们干脆就把大小姐画画和跳舞的视频都拍下来 看能还说啥 那还等什么 画画就去我家书房 各种工具齐全 保证不影响大小姐发挥 出发 到小美家后 哇 小美 你家书房工具太豪华了 比我在古代时 贴贴的书房还要好 那当然得豪华了 我花小美 可是被宠坏的小公主 花小美 你改天再吹 咱们先办正式了 好吧 对对对 咱们先办正式吧 大小姐 你该使画画 我给你拍 嗯 好 那我这就提笔作画 灼灼荷花锐 瓶瓶出水中 画一幅我最喜爱的荷花 它出淤泥而不染 是青子之花 我画好了 各位看看如何 哇 一个字 美女 太棒了 这下 我看谁还敢说大小姐造假 嗯 这说服力够了 咱们抓紧时间 去给大小姐拍摄跳舞视频 说跳就跳 帮忙 嗯 应该把这个穿上 诶 你还觉得没有穿过这么好看的印象了 跟我在古代的时候穿的很像 还差个发型 交给我 谢谢小美 我反复回到了古代呢 事不宜迟 大小姐拍跳吧 好 好 来 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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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觉得大小姐画了画 跳的舞怎么样 各位王子公主请欢欢 呱呱公主请上班 今天就带大家去看看穿越的拍摄日常吧 开拍前认真学习广播体操中 帮奶奶拍照的乖巧瓜 穿越四一进一次 穿越四一进两次 穿越四一进三次 耐力做广播体操中 小桃的手是这样拍的 变小桃 要不你也跟我一起做它吗 笑容消失一秒下班 道具瓜子制作现场 地上的瓜子壳瓜瓜都剪干净了哦 变身小桃 小桃认真被辞中 下一秒就 接着又嘴瓢了 然后还卡壳了 中场休息有人偷吃 这是做了多久的广播体操把小桃扼成这样 认真跟导演学习刷耳光 请记住现在她脸上的笑容 小桃下班咯 林月儿上线 一有空闲就搞怪 被打蒙了 还得再来一次 赶紧先红红 后面还有三巴掌 这下笑不出来了 就地解决午餐 林夫人紧急补妆上线 夫人也有失误的时候 真不愧是两母女 萨布棱儿子下班了 我下班了出去浪 哈哈哈哈